投资大师巴菲特讲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人能够在投资铜板的游戏中 做常胜将军 是的 投资市场就像变幻莫测的游戏 即使你精通和掌握了市场规律 也不能保障百战百胜 但是与其他的投资不同 投资黄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津巴布围十万亿的纸币 观众朋友您猜猜看 折合多少美元呢 不到一美元 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百分之六万六千 06年的时候 一千亿的新津巴布围币 是等值于一个面包 这是典型的通货膨胀 导致纸币贬值的例子 几十年来 很多国家普遍都受到 通货膨胀的困扰 美国也不例外 货币价值贬值 货币的购买力日渐降低 钱变得不值钱了 黄金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非信用货币 它自身具有非常高的价值 在极端情况下 货币会等同于纸 但黄金在任何时候 都不会失去它作为贵金属的价值 黄金本身属于贵重商品 金价会随着通货膨胀 而上升 也就是黄金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损失 保证了投资者的资产 不会被通货膨胀侵失 任何地区性的股票市场 都有可能被人操纵 但是黄金市场属于全球性的投资市场 现货黄金每天的日交易量 约为20万亿美元 现实中还没有哪一个财团 或者国家具有操控金势的实力 所以它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 正因为黄金市场是一个透明的 有效市场 而且自律性强 法规健全 所以黄金投资者 也就能获得很好的投资保障 黄金转让 没有任何的登记制度的阻碍 而比如说住宅 股票的转让都需要办理过户手续 假如你打算将一栋住宅 和一块黄金送给自己的子女的时候 你会发现将黄金转移很方便 但是住宅就要费力的多 由于黄金是一种国际公认的物品 根本不愁买家承接 所以一般的银行 典当行 都会给予黄金90%以上的短期贷款 而住房抵押贷款额 最多不超过房产评估价值的70% 股票和房产市场 有发生崩盘的风险 一旦崩盘 投资者将血本无归 黄金是不可再生的稀有金属 已开采的总量 已经超过地球运藏量的一半 未来黄金的供给量只会越来越少 所以黄金价格既是中间时有波动 但长期而言 仍然是一路看好 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把黄金 作为出远门的最佳盘长 时至今日 黄金仍然是世界通行的货币 只要手里拥有真正的黄金 在世界各地的银行 首饰商 金商都能够把黄金 兑换成当地的货币 黄金可以在全世界通行无足 它的货币地位比美元稳固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家 弯曲黄金买卖的公司 叫做首富贵金属公司 看看他们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公司提供非常多种的服务 最主要是向那些喜爱 收藏经营产品的 或者想在这方面做出投资的顾客 提供非常精美的经营产品 例如美国黑洋金币 加拿大的枫叶金币和磅磅金条 都非常受顾客们的喜爱 同时我们也向顾客们购买 他们的经营产品 而且我们出价要远高于同行的水平 而且我们也可以向顾客们购买 钻石、首饰 然后打造他们所喜爱的手镯、项链、戒指 而且你们在我们公司也可以 储存你们的经营产品 我们也可以提供相关的保险的咨询 而且你们可以在我们公司网站上面 设置一个养老金账户 可以用你们的养老金去购买经营产品 这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投资的选择 我们公司的经营价格是全美国最低的 而且产品的价格非常透明 大家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面 可以直接查评到经营价格实施变动情况 和所有产品价格都非常一目了然的 列在了网站上面 我们公司有一台非常先进的仪器 这台仪器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拥有的 这是可以检测经营产品的纯度 我们也提供相关的免费的为顾客检测他们所购买的 或者已经拥有的经营产品的这些免费的质量检测服务 我提供一个更加上升级的选择 让人们买来坐下 但你仍然能够在客户 你能够在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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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在买银子返回 但我们能够在买一约的透明度 我们有很多技术 用来测试银子 锅子 铁锅子 锅子 我们买它 让它们确定是正确的 我们能够在买客户 那些锅子是正确的 前往门出门 好了 观众朋友 今天的玩具新大陆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